要做好症状监测 全体私生员工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少去人员聚集的场所 开学前连续14天每日监测体温 以及新冠肺炎相似的症状 记录健康状况和活动的轨迹 将健康码、行程卡如实上报学校 配合学校做好开学入校健康检查 高校私生员工返校前要提前提供48小时的核酸阴性证明 返校后按照当地的要求进行核酸检测 那么中小学校和所有机构的私生员工 属其有出境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或者其有异常情况的返校前 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